机会加入组织行销 那我在前平台呢 我们也是推广大健康产业 主打商品叫做百里路程 那我之前大概有八年的组织行销经验 那因为我们一直在下市场的过程当中呢 会有其他公司的伙伴来跟我们做分享 所以我们对这个市场的趋势有一定的敏感度 那我在去年三月的时候 我发现市场充斥一支商品叫做NMN 那因为呢不到三个月 别人才会争相的去研发与生产你知道吗 那所以呢当时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去了解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那我就在去年三月一个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我上FB输入我前平台公司的名称 无意中发现了我们很多国际钻石 不约而同纷纷转战一间平台叫做美商凯利 那他主打的商品也是NMN 那我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呢 把这间公司的所有资讯全部看完 并且呢做了深度的评估之后 我也亦然决然的真的是破釜成舟 转战凯利 那我今天呢就用一个晚上的时间 那透由我们的腾讯会议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到底我们是看到美商凯利的什么 商业价值 还有他的差异性跟独特性 那我这边可能要请硕亨帮我开那个荧幕共享 我看一下 有吗 有 有看到吗 好 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美商凯利这一间公司 那美商凯利呢 他主要的地理位置呢 在美国美西的洛杉矶 那他主打的商品也是NMN 那就如我刚才讲的 现在市场上的趋势 全部都在推广NMN 我知道从以前的OPC葡萄籽 到后来呢 有百里卢存 校长的麦克风要关掉 现在的保健趋势就是NMN 那到底什么是NMN呢 只要跟我们谈到NMN的公司 不外乎都会提到这几个人 比尔盖茨巴菲特和李嘉诚 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世界级的富豪 他们全部都转占NMN大健康产业 那如果要提到NMN 我们就要从左上角 这一个外国人 大卫辛克莱博士说起 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 15年前就是他 从葡萄蓝莓 这种多分类的水果里头 发现了一种物质 叫做百里卢存 那因为这个百里卢存的问世呢 开始有再生医学细胞优化 这个名词 那随着生物科技的发达 一样是这个大卫辛克莱博士 他从酪梨花椰菜 这种生理社的蔬果里头呢 他发现了一种物质 叫做NMN 他发现这个NMN 吃进我们人体以后 会转化为NAD加诺加因子 那NAD加诺加因子 他主要是提供我们细胞 粒线体能量 我们一个细胞里面 有1到2000个粒线体 那粒线体呢 在我们的细胞功能呢 主要就是在提供能量 虽然我们细胞里面 90%的能量 都是由粒线体产生 那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是细胞分裂而成的 一个成能 大概有40到60兆的细胞数量 那你想如果你的粒线体 没有能量了 其实你的器官 是没有办法正常运作的 这时候自由基攻击迫害我们的细胞 就会导致你的DNA断裂受损 受损的细胞在分裂出来的 就叫老化细胞 甚至是肿瘤细胞 所以呢 现在这些科学家 他们已经发现了 我们吃NMN 可以转化为NAD加 提供我们细胞粒线体能量 那粒线体有能量以后 它可以进而修补自己的DNA 还可以激活7条的长寿基因 15年前白里卢存 它只激活1条长寿基因 31就风鸣全世界 现在NAD加可以激活7条的长寿基因 那这个学术理论呢 是经过三大学术期刊 Nature Science Day 还有这8位诺贝尔得主 公开支持NAD加抗衰老理论 那就是因为这个学术理论发现了以后呢 NASA宇航局也即将把NMN 作为太空人修补DNA跟抗辐射的专案 为什么太空人要吃这些高抗氧化的商品呢 因为呢我们知道外太空没有大气层的保护 这时候呢会受到辐射的迫害 所以呢太空人他们都需要吃这些高抗氧化的保健食品 来维持修补他们的这个细胞DNA不免于受损 所以呢像以前我前平台推广的白泥卢存 就号称是太空人在吃的饮品 就风靡了全世界 那现在有更高生物科技的产品就是NMN 所以NASA宇航局已经即将在2025年呢 在NASA的火星计划 把NMN作为太空人修补DNA的方案 那有些人会讲 我为什么不直接吃NAD加 要吃NMN呢 因为NAD加它的分子太大 没有办法穿透我们的细胞 所以我们必须吃它的前驱物叫做NMN 是这样子 那就是因为这个学术理论已经被所有科学家证实了以后呢 世界级的首富比尔白茨巴菲特李嘉诚 全部都转占NMN大健康产业 尤其李嘉诚他在2017年的时候 赤之了7.5亿的排币 委托美国一间公司 帮他研发生产这一支商品叫TRU 在美国纳斯达克上柜 香港的屈城市上架 所以你在香港屈城市都可以买得到这一家 当生不老之药 这一件事情轰动了港台媒体 那这一个商品就为李嘉诚赚了数十亿的美金 那到底是哪一间公司被李嘉诚所亲爱呢 就是美国这一家Fore Excelsior这一间公司 李嘉诚的头部公司就是委托Fore E这一个 好李嘉诚的头部公司呢 好李嘉诚的头部公司 李嘉诚的头部公司 就是委托美国Fore Excelsior这一间公司 帮他们研发生产这一支TRU 那为什么李嘉诚的头部公司 今天会委托Fore Excelsior 帮他们研发生产呢 因为Fore E在美国大有来头 他是美国综合实力排行榜 前五大的保健保养品大厂 他在美国美西洛杉矶占地15万英尺的厂房生产线 他有自己的研发团队实验室 他更为了将近200间公司 研发生产代工上千种的商品 都可以在好斯多沃尔玛区城市 甚至有很多直销通路品牌 都委托美国Fore E帮他们研发生产 所以呢美国Fore Excelsior 他有丰富的研发生产经验 今天李嘉诚的头部公司 才会在美国上千家保健食品大厂 选中真的万中选一 选择Fore E帮他们研发生产 就是因为Fore Excelsior 他有他的研发实力跟这些能力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李嘉诚这一支TRU的生产地址 就是Fore Excelsior的地址 那今天Fore Excelsior 跟美商凯利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因为Fore E的老板 创办人林博士 他觉得他帮这么多公司 研发生产代工 那很多他们的客户 其实为了压低成本 都不是使用非常高品质的原物料 有的甚至不是天然的原物料 但是却在市面上贩售很高的价钱 那老板觉得他没有办法控制 末端的销售价 于是他干脆自己开办了一个子公司 自创品牌 自己打一个通路 那这个通路走的是网路 而不是马路 他只是想要把最天然的保健食品 回馈给末端的消费者 并且这些成本不是全部都被集团赚走 是可以回馈给末端的消费者 所以他就是秉持着这个理念 开始开创了美商凯利这间子公司 在去年2021年的1月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商凯利 Kerry Health他们的主打商品 SOD NMN跟李嘉诚的TRU 生产地质一模一样 这代表什么 我们私出同门 我们都是生出生豪门的 所以目前 业界只要提到NMN的公司 几乎都拿李嘉诚来打广告 但是呢 却没有一间公司跟李嘉诚有关 我当天晚上就是看到 真的是踏破铁穴 无秘处啊 居然让我看到李嘉诚的生产上游厂家 现在自己出来开一个子公司 所以呢 我发现一间公司 他要在业界脱颖而出 他一定要有一个话题性 那当其他公司都拿李嘉诚打广告 是不是就在帮美商凯利打广告 这个也是我看见这间公司的 平台实力的一个亮点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Foree Celsia帮这么多 我们所熟知的传统连锁通路 研发代工 那Foree底下自己还有四个子公司 第一间叫Fresh 第二个Golden 第三个Cos 第四间就是我们美商凯利 Carrie Health 那尤其Cos的蛋白粉 你在美国好事多都可以买得到 这间公司也即将上柜 所以可以知道我们凯利 母公司Foree的研发能力 真的是非常的强大 那我刚才有提到 我们的母公司Foree Celsia的 创办人林博士 他就是因为他想要提供 最天然的保健食品 然后呢 再把省下来的利润 全部回馈给末端的消费者 因为他认为我们的细胞吃天然的东西 才能达到一个平衡共生 省下来的钱不是被集团赚走 社会的财富分配才能达到平衡共生 于是他就秉承了 长期主义平衡共生的品牌价值观 并且呢 依托我们母公司的科研技术 用科学的方式呢 提供我们细胞抗衰老 所以呢 我们有一个品牌里面叫做 抗衰老使于细胞健康 就因为这样子的初衷 开办了美商凯利这一个子公司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美商凯利 Kerry Cels的创办人 也就是Steve 他是 这上个礼拜如果有去台北公司 应该都有看到他本人 那我们的Steve 他是美国空军退役的美国人 他在核辐射环境工程学领域 将近十多年的经历 所以他是电脑工程 工程计算这个设计的方面的专家 所以如果你有用过 美商凯利的后台系统 你会发现 凯利的后台系统 真的是非常强大 比如说他一笔订单 就可以支援多张的信用卡付款 那很多伙伴可能不了解 就是因为经历太少 我在前平台 我们那间公司 号称网路营销的龙头 可以做到秒节周龄奖金 那美商凯利一样是秒节周龄 但是我之前的经历是 我们一张订单 最多支援两张信用卡付款 那你如果前面已经先支付的一些基金 代币 已经付了剩余的尾卡 如果你的信用卡额度不够 刷不够 他会把你前面付过的奖金 全部吃掉 你要申请个十天半个月 奖金才会回来 那你想 客户可能刷卡额度就不够了 那如果他奖金又被后台系统咬掉 那可能他当下情绪不开心 他可能就不会想要完成这笔订单了 对不对 那我们还要借领导人的信用卡来帮忙刷 可是美商凯利真的不一样 我们一笔订单支援多张信用卡付款 所以如果你要刷一个3000美金的大单 你可以拿出十张信用卡 300 300美金慢慢刷 都不会跳订单 你今天心情不美丽 刷到一半 你把电脑关掉 你明天再登录他的后台系统 大家还会告诉你 这笔订单未付款 直接引导你把后面款项付款完成 真的是非常强大的 这个计算机的系统资料库 真的这个 如果做过电脑的人都知道 这间公司的系统非常的强大 而且我们都知道 大陆是我们的必争之地 它是目前全球唯一家做到 大陆伙伴可以使用支付宝付款 刷二维码就可以付款 所获得的奖金打进银联卡里头 哇 这个真的当我看到的时候 我不得不折服这一间公司的 城市设计后台系统 原来就是因为我们创办人之一 Steve是这个电脑工程的专家 真的是不简单 才可以创造这么强大的后台系统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母公司 Ford Excelsior的创办人林博士 他也是我们美商凯蒂卡里 Ford Excelsior的联合创办人之一 他跟我们的Steve有17年的 异国兄弟的情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林博士呢 他是从佐治亚理工学院高分子化工博士 所以呢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天狼高分子化工博士 那他一毕业就在我们的这个Steve的姐夫家 做研发博士 所以其实Steve他们本来就是在做这个保健保养品大厂的 那只是呢 我们林博士在那里工作十多年以后 现在跟Steve一起出来合开了美商凯蒂这一间子公司 所以他们有17年的异国兄弟情 那我们的林博士呢 他有相当在20年的研发生产经历 那上百家公司研发代工上千种的商品 可以在好市多沃尔马区城市都可以买得到 那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林博士 他有非常丰富的研发生产经验 那只是他以前他们走的是传统通路 走的是马路 现在多了一个子公司走的是电子商务 分布式跨境电商 大家都知道封城封不了网路 所以呢真的 人的消费模式会因为趋势而改变 所以你的商业模式也要随着趋势而改变 所以才会在去年的2021年呢 他们合伙开创了我们美商凯蒂这个子公司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他旗下四个子公司的品牌 靠时即将在美国上柜上市 那我们的林博士真的是非常的大爱 他把凯蒂每年营业额的10%就是一成 收购美国金江纳斯达克上柜的股票 分给所有美商凯蒂的钻石 真的是一个非常愿意利他浪力的一个高位的领导人 所以呢你看我们的创办人有后台系统非常强大的专家 还有研发高分子研发生物科技的专家 再加上我们的Bogo老师是营运策略的专家 所以呢他们常讲这三位就是我们公司的福禄寿三星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美商凯蒂 凯蒂凯蒂的生产工厂 我们在美国美西洛杉矶占地15万英尺的生产线 我们即将在下个月12月包机将近快要200位领导 飞往美国参加公司的开幕年会 并且我们会去参观公司 因为我们把它看成是自己的个人事业 所以我们非常看重 于是我们全部都会飞到美国参观公司 跟老板认识聊聊老板的起心动念 跟未来公司的这个营运规划远景 那这个是我们位于在美国的会客教室 Domity会客教室 你可以在这里招商跟洽谈 我们还有自己的实验室 就是因为我们公司不是一般般的代工厂 我们公司有自己的科研团队 来自于全世界各个国家顶尖优秀的科学家 为我们的商品研发跟把关 那这就是我们美商凯蒂 五公司Fore Excelsior的生产线工厂 全部都是符合美国FDA食品药品法规 CGMP制药等级的法规 来制造我们的保健食品 当然我们公司呢 更拥有19项国际权威认证 比如有CCOF的邮寄认证 更有CRC的犹太节食认证 更难得可贵的我们有这个 阿拉伯国家回教徒所认证的这个清真认证 也就是阿拉认证 节食认证 我们更有这个InfoChoice 这个是什么 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徽章 也是英国皇家实验室LGC所颁发的 他们是全球第一家 跟国际奥委会合作检测奥运选手的食品药品 膳食补充品 有没有含伪禁品跟刺激物 所以大家知道 我们美商凯利所生产的所有保健食品 是奥运选手上场比赛 前10分钟都可以吃的 纯天然无伪禁品刺激物的保健食品 真的是非常的高规格 所以你可以安心的使用 那我们更在今年2022年的5月 得到美国北美最具诚信BBB火炬奖 A加等级 所以这代表我们的平台实力 真的是不简单 人家讲马云的阿里巴巴也才拿B加 美商凯利一出场就直接拿A加 真的是华丽登场 要再给我们公司一个掌声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公司有三大系统 第一个叫做双链融合系统 第二个叫细胞健康管理系统 第三个叫流量变现系统 三大系统所组合而成的分布式跨境电商 什么叫做分布式跨境电商 也就是说全球你只要入会一次 不限国籍 你就可以做到全世界的生意 全世界只有一个制度 通通美金计价 那奖金也都是以美金来播放奖金 这代表什么 全球一张网 你终身只要入会一个国家一次国籍 你就可以透游手机 连接到全世界的生意 这就是指尖经济 分布式跨境电商 好 那什么叫做双链融合系统呢 因为我刚才有提到 我们美商海利 它所有的研发生产 原产销一条龙 全权由我们的母公司 For Excelsior 承担所有的研发成本 那我们的子公司呢 只需要负责全球招募 这个品牌经销商 把最好的商品的分享 给所有的消费者做体验 所以我们只需要负责供应链 母公司负责我们的产业链 因为中间不需要 大盘中盘小盘的层层剥削 所以这种商业模式 也叫短链镜的商业模式 所以我们有独特的双链融合系统 也是别间公司所没有的 我们都知道 其他的保健食品公司 可能都是委外研发代工 找代工厂帮他们生产贴标 他们没有握有研发技术 那随时可能会被别人终止合约 但是我们美商海利不一样 我们原产销一条龙 产供销通通都是自己的 所以我们公司可以不定时的 提高最高科技的商品 来刺激市场的活络 并且中间省下来的成本 全部回馈给我们末端的消费者 所以大家都知道 能够跟工厂拿货 就不会去店面拿货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趋势已经改变了 我们的商业模式 那细胞健康管理系统是什么呢 我们的所有商品 始终来自我们品牌价值 叫做抗衰老使细胞健康 因为每个人都是细胞分裂而成的 所以我们的所有商品围绕着在细胞代谢 细胞修护跟细胞调控 全部围绕在这细胞三个方面来做研发 那首先先看到我们的主打商品 SOD NMN 刚才有跟各位提到 目前生物业界最高科技的保健趋势性商品 就是NMN 它可以提供我们细胞粒腺体能量 进而自体修补DNA 还能激活七条的长寿基因 所以 请死黄再早的长生不老之药 所以你看这些世界级的富豪 他们全部纷纷转战大健康产业 因为他们已经不是在最高财富了 他们现在在投资自己的健康 所以我常说 如果美商凯利这间公司 它还在卖补钙补B群 补卵凝脂补牛脏脂 我可能就不会过来了 就是因为它卖的是 目前生物业界最高科技的保健食品 NMN 所以我看中他们的研发生产技术 跟商品的优势性 而且大家都拿李嘉诚打广告 只有我们跟李嘉诚有直接的关系 李嘉诚跟我们公司还有九年的合约 这都是我们Bogo老师 有在官方出来说明过的 那我们的NMN 跟市面上的NMN 差异性在哪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外面的NMN 几乎都是塑胶罐 都是塑胶罐 美商凯利的NMN是精油品 为什么用到精油品 精油品可以抗紫外线 抗光抗氧化 确保我们的NMN 比较不会变质 因为我们知道 纯天然的β型NMN 它很怕光跟热 所以我看到一个老板 真的是不惜重本 用这么高级的精油品来做包装材 并且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每一支商品上面 都有国际防伪QR code 它扫进去不是一个画面 它扫进去是一个国际防伪数据网站 它会告诉你 你几分几秒进来看过第几次 都有记录存在 而且它会明确告诉你 你这一批商品的批号 国际认证编号 确保你买到是美国公司正货 所以我就觉得 哇这间公司真的也太高科技了吧 消费者有的呢 他吃到肚子里面的东西 会非常的谨慎 所以是不是吃到天然的 是不是吃到公司货 真的非常的重要 而且呢 我们可以在评程上面看到 我们每支商品都有六大国际认证 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有提到的 食品业界最高规格清真认证 阿拉认证也就是我们的节食认证 代表世界上有四分之一 十七亿的回教徒人口 都可以使用的保健食品 里面不能含有猪制品酒精 也不能使用动物大体 全部要符合伊斯兰教法规 才能拿到这个清真认证 阿拉认证 所以呢 我在前平台 我们关一个这个M字号的清真认证 我们就可以讲一辈子了 真的一个认证就讲一世人啊 可是当我看到美商凯蒂 天啊 居然在凯蒂 他叫做基本配备啊 所以真的是没有跳出原本生活的框架 都不知道外面世界有多大 再来美商凯蒂 还有第二个 这个叫做InfoChoice 就是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回章 我刚才有讲 没有含任何伪金品刺激物 那我们更有这个Non-GNO 非转基因认证 什么叫做非基因认证 大家都可以看到 你现在去超市买豆腐豆浆大豆玉米 都跟你强调非基改的 什么叫基改 基改就是化工合成的 化工合成的 那我们有这个Non-GNO呢 代表我们所有的保健食品 全部是天然加工 而非化工合成 所以你可以安心的使用 所以我看到美商凯蒂 这么多国际认证的时候 我真的不得不折服啊 真的是赞叹这间公司哦 再来我们还有这个素食认证 就是全部都没有 它这个是Vision 就是里面没有任何动物来源 连出家师傅都可以吃的保健食品 那里面还有一个认证 叫做这个CGMP 一般我们都只知道GMP GMP的规范等级 大概就是化妆品跟这个食品 那我们是CGMP 为什么多一个C C's Current 代表说我们所有的保健食品 符合美国FDA食品药品控管之下 所颁发的CGMP认证 也就是代表我们符合 目前最严谨的法规 也就是制药等级的法规 来制造保健食品 所以我们商品有更高的安全性 在最底下的Made in USA 我们全部商品通通 美国原装生产进口制造 不假他国分装代工 这代表什么事情 我们林博士有讲 我们所有的商品 并不会因为要屈服 任何一个国家的卫福部 而去改配方 所以也不会把原物料 进到这个国家 请这个国家当地的生技厂 帮他代工 他坚持所有的商品 全部要原产销 一条楼 美国原装生产进口制造 那大家都知道 原物料进这个国家的税金 跟你把它制成一个税金 一个商品的税金 一定是不一样 一定是制成商品的税金 比较贵 对不对 原物料的税金 当然比较便宜 再加上你看 你把东西制成商品 他的体积容积 运费一定都会比较贵 是不是 但是我们林博士 他有他的坚持 他不惜重本 他坚持美国原装进口 这也是我看到一个老板的 出心跟起心动念 是这么的 这个淳朴善良 让我觉得他真的不是一个商人 我觉得跟这种老板合作 让我非常的安心跟踏实 所以大家都知道 今天如果只是一个消费者 一样要花钱买保健食品 当然是国际认证最多 越多对他们越有保障 是不是 所以当我看到美商凯利 这么一个商品 就这么多 国际认证的时候 我就心里想 如果我的消费者看到 他是不是会跑来这边买东西 那如果八成的消费者 都来这边买东西 我再努力也是白费 是不是 与其这样 我不如选择跟这间公司做合作 因为这个老板真的是太用心了 我真的找不到拒绝这间公司的理由 那再加上呢 目前也是我唯一看到一家提供第三方 森米检验报告 森米实验室报告 报告结果显示 我们美商凯利的NMN 精存度高达99.92%以上 几乎接近百分之百纯天蓝了 那这边底下有一排红字 他有写 大于99.9% 已经超越业界的顶级标准了 所以我们是特级的 特级纯天蓝 β型的NMN 我们知道NMN有分两种 它有α型跟β型 α就是化工合成的 大概有60%都是化工 40%天蓝 但我们美商凯利 它用的是纯天蓝β型的NMN 你要知道 这个原物料的成本非常的贵 所以其他公司 懂商品 懂成本的人 看到我们公司的NMN 真的 他们就直接选择带团投靠 真的没有办法 跟美商凯利 这么有实力的公司去比 虽然我常讲 黄金不过999存金 美商凯利的NMN高达9992 比黄金还要存的NMN 真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好 那再来我常说 就是因为这间公司 它有科研团队 于是它在去年7月7号 横空出示这支 PQQ氢气片 也是目前有进我们台湾 卫福部的一个明星商品 到底什么是PQQ氢气片 相信各位 你一定有听过水素水 水素就是日本话 也就是氢 氢H2是世界上最小的分子 那我们知道 氢它是一个天然的抗氧化剂 它不需要任何的媒介载体 可以穿透你的脑血屏障细胞膜 那它有一个特性 叫做靶向效果 它只会跟你有攻击性的自由基 做结合 所以呢 也称为什么标靶作用啊 它只会跟有攻击性的自由基 比如说过氧化微氧硝酸 腔自由基过氧化氢OH 当H2碰到OH的时候 会变成H2O 它会把你身体 有攻击性的自由基 随着尿液汗水代谢掉 所以你喝我们这一支 保健食品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排汗量排尿量 非常的大 那我们都知道嘛 排汗排尿本来就是一个 排毒的现象 那重点我们这一支 PQQ氢气片 它的独特性是什么呢 外面的氢 几乎都是用 家里装十几万的氢氧机啊 不然就是买个 一两万块的水素杯 这个都是要插电的 他们那一种技术 叫脂脂胶换膜技术 会有重金属残留的疑虑 而且一公升产生不到 三个PPM的氢 那你可以从荧幕上看到 我们的氢里面 一颗颗的这叫煤粉 我们是用煤来制氢 那为什么用煤来制氢呢 大家都知道 煤是我们第二大身体的 微量元素 但是煤的活性很高 遇到氧会爆炸 所以呢 我们的煤是从日本 运输来的是国际的 这个国防等级 高浓度的防暴球形煤 那煤有什么好处呢 煤可以呢 帮助钙子吸收预防抽筋 所以我这边也有伙伴 喝着喝着 发现他每天的脚底筋膜炎 两个月后好像就没有发作了 就是因为煤呢 它可以安定神经 预防抽筋 还可以帮助钙子吸收 所以大家如果去药妆店啊 才会看到钙跟煤 几乎都是陈列在一起的 一起在做补充的 那我们用这个煤来制氢 那因为我刚才有提到 煤的活性非常的高 遇到氧会爆炸 所以呢 我们是国防等级高浓度的防暴球形煤 并且我们有四大专利技术 我们使用超灵界艳氧防暴技术 并且还有这个离心物化弥漫技术 让我们的煤丢到水里不会爆炸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丢到水以后会大量产生这个泡泡 这叫做微耐米气泡锁氢技术 把我们的氢锁到水里高达四个小时 还可以测到氢含量 所以呢 我们这一支商品的独特性 就是我们的四大专利技术 我们林博士有讲 他如果没有手把手的教你 没有全球 没有一间公司办得到 可以把氢制成定状 唯有美商凯莉做到了 大家刷一个888 给我们凯莉一个掌声 真的是不得了 这个技术真的是 人家讲 做生意就要做勾门斗气的生意 大家说是不是 别间拿不到 所以我们这一支商品 它的独称性 就是可以释氢索氢 还有储存这个氢气 好 那大家都知道氢对人体的好处以后 它里面还有一个成分叫做PQQ PQQ是未来会被列入 第14种的维生素 那它是一个非常高科技 非常先进的一个成分 那大家应该有听过 牛樟是免疫之王 那PQQ呢 它提升免疫功能的能力 是牛樟只得8到10倍 那科学家 他们已经从土壤植物的延伸物 维生素的延伸物里头 发现有一种物质叫做PQQ 它也存在我们的母奶当中 PQQ呢 它对于刺激立腺体的活化 有相当大的帮助 我刚才有提到 立腺体在我们细胞的功能 就像是一个发电厂 那一个细胞 有一到两千个立腺体 当立腺体凋零代谢死亡的时候 就可以靠PQQ来刺激 它的活化跟增生 并且PQQ可以改善 我们大脑细胞的功能 还有激活 我们的长寿基因33 所以它还有更高的抗发炎反应 所以当PQQ控到我们的H2 还可以产生协同效果 它可以启动我们身体的 排毒鼠钮NRF2 让你自主性的代谢这些自由基 所以简单来讲 你有没有每天洗澡 有嘛 我们每天的脏污污垢 你可以靠洗澡把它冲刷掉 那你身体里面毒素污垢 你要怎么洗掉 就是每天早晚各喝一杯 这个PQQ氢气片 把你体内的毒素给代谢掉 好 所以业界有一本书叫做 氢气免疫疗法 让癌症消失 所以氢其实在医学界 已经是行之有年了 那再来这一支商品叫脑力剑 顾名思义跟大脑有关 大家都知道 陰性卵磷子对大脑很好 但是你再怎么吃 好像也没什么帮助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分子太大 没有经过生物科技的方式 把他们小分子存化 而且我们大脑呢 有一层保护膜叫血脑屏障 BBB 连药物都很难参透进去 因为我们的大脑不能被细菌 病毒入侵 所以会有一层血脑屏障 来做保护 那所以大家都知道 那所以大家都知道去年 台湾有一个歌姓叫做詹亚文 得了帕金声势症 只能靠药物控制 因为神经受损不可逆 无法再还原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个都是一种预防医学的概念 我们不要等发生了 才去补救 我们在未发生之前 我们就要做保养 那我们这支脑力剑呢 就是我们的科学家 用小分子存化技术 把软磷子里面有一种物质 叫做αGPC 它是一种水龙性的物质 提炼出来 这个αGPC吃进我们人体以后 经过大脑前脑瓶上穿透 会转化为一种神经传导物质 叫做乙烯胆碱 什么是乙烯胆碱 它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 我们的大脑在思考 手脚在动 在讲话 都是靠脑神经传导物质在传达 但是随着你的年纪生生 脑神经传导物质的浓度会下降 一旦它浓度下降的时候 它会从你大脑细胞膜分泌出来 这时候你脑细胞膜受损了 就很容易发生脑病变 那所以呢 我们提供这个脑神经传导物质 不要让它的浓度下降 什么叫脑神经传导物质 大家可以听过 比如说退合激素 肾脏健素 去肾脏健素 乙烯胆碱 这些都是 还有多巴胺 这些都是脑神经传导物质的一种 只是看你缺乏的是哪一种 会发生哪一种的脑病变 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帕金森氏症 就是长期缺乏多巴胺 所以呢 都要多吃一些 莓果类的东西 都可以做补充 那我们现在就是用 生物科技的方式 把它提炼 萃取 浓缩 那我们里面还可以更添加 五种业界的高抗氧化剂 白里乳醇 还有这个二代白里乳醇 紫檀期 NMN EGCG 额茶素 跟这个七黄素 它们都是一种多分类的物质 对于我们代谢这些自由基 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不要让这些自由基攻击破坏你的脑细胞 所以我们这一支商品 据说在饭前半小时吃两颗 可以帮助到体态轻盈的效果 为什么 因为 AlphaGPC转化进去我们穿透这个脑绳 那个血脑屏障的时候 它还会转化一种物质 叫做零子锡胆碱 零子锡胆碱是我们肝脏 跟脑细胞的主要成分 它主要的功能是帮助乳化减脂 抑制卡路里跟胆固醇的吸收 所以呢 有些伙伴他发现 他在饭前吃的时候 反而怎么没有刻意减肥 反而体重不见了好多公斤 就是因为 AlphaGPC它还可以转化零子锡胆碱 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再来这一支商品 也是我们公司 非常重要的一个明星商品 也是我们林博士 最推崇的一个保健食品 叫做早蓝益生菌 我刚下市场的时候 台中恒光科技大学 营养食品学教授 他看到我们公司的商品 他说他这一支最有兴趣 他说不应该把它叫做益生菌 他说应该叫它 多矿免疫系统调节剂 也就是说多种矿物质 可以调节免疫能力的 因为我们里面有富含 丰富的深海藻蓝蛋白 里面有人体所需 最有营养价值的蛋白质 还有人体所需的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 Omega 6 可以活化你的这个免疫力 至少85% 那我们里面更有添加 深海红枣矿物精华 高达72种的微量元素 可以补充你人体所需要的 这些必须的营养素 那我们里面更添加SOD 超氧化物期化 什么是SOD 它是存在于我们细胞的一种金属酶 它也是我们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 那它可以还原氧化应激作用 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苹果氧化会发黑 铁氧化会生锈 我们人被自由基攻击迫害 就是一种氧化现象 SOD可以还原氧化作用 所以可以让你逆龄回春 那因为以前的科技 SOD都是从动物所提炼的 会有污染源的问题 还有荤素的问题 我们公司的SOD真的是大有来头 我们是跟美国国家 大气海洋大气局合作 潜入大西洋深海2100米的热泉 什么叫热泉 就是火山口旁边 那边的温度高达400多度 那它从这个热泉旁边 萃取一种红枣叫四热枣 可以耐高温464度 还有活性 那因为呢 你想嘛 要潜到400多度的热泉 真的是不简单 所以听说 我们公司前前后后 大概失败了八次 第九次 才成功取得我们SOD的原物料 所以它真的是 很难取得一个非常珍贵的成分 听说它一两的成本 比黄金还贵 所以它有一个美名 叫做深海卵黄金 听说SOD一IU就要一美金 那我们这一包里面 就放到2000IU的SOD 是真正耐酸耐减耐高温 超高活性的超氧化物企划煤 所以很多同行业界的 看到我们公司 每支商品都放SOD 它就知道 哇你们公司的实力背景 实在太坚强了 你知道吗 一包有2000IU 一U算一美金 也就是说 我们一包SOD就高达2000美金的价值 一包就要6万台币 所以所有凯莉的伙伴 如果你知道美商凯莉商品的价值 我跟你讲 真的 人家常讲苹果一间公司 不外乎就是平台产品跟制度 我们光产品就有非要不可的理由 所以你一定要懂我们产品所有成分的价值性 再来我们里面还有添加维他命D3跟K2 D3它的生物利用率比D高 那D3你如果只吃D 然后呢 没有靠这个D3去帮助吸收 很容易停留在血液造成结石 那D3它可以帮助钙质吸收增加你的骨密度 那D3通常会跟K2碰在一起 配在一起 因为K2呢 它是一种协同效果 它可以平衡我们血液的钙跟磷 那它可以平衡我们肠胃道的菌虫生态 重点我们现在才要讲益生菌 所以你看呢 别家的益生菌 它只是单单的益生菌 我们公司已经添加这么多别人所没有的成分 却给我们非常亲民的白菜价钱 那我们的益生菌跟别家差在哪里呢 一般外面 什么普叉 娘叉 大概就是5种到8种的菌种 我们的菌种就高达11种的菌种 而且呢 我们的菌种都是有国际编码的 所以呢 比如说我们有三大菌种 片球菌 乳感菌 双齐感菌这些 所以如果你有听过这个比菲德士菌啊 这一种知名品牌的菌种 我们公司都有 重点我们这些菌种 因为它有国际编码 都是非常贵的成本 高达11种 真的是非常实力强大 而且高达300亿的菌数啊 外面大概都只有一两百亿 就可以当一只商品在卖 所以呢 我看到美商凯利这个早然一生菌啊 真的是为之惊艳啊 真的给那么多高单位的成分 却给我们如此清明的宅菜价 那这一只商品也是我个人的最爱啊 目前业界很多这一种 太空包装 液态饮品啊 他们都是号称这叫太空人师的保健食品啊 那我们这一只号称叫二代白理乳醇 紫痰器 那它跟白理乳醇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知道15年前的白理乳醇 在业界造成这个轰动 是因为白理乳醇 它是一种多分类的物质 一个高烫氧化剂 可以代谢滞留剂 那我们这一只紫痰器 跟白理乳醇的差异性在哪里呢 我们一样都是悬浮凝胶吸收技术 什么是悬浮凝胶 悬浮凝胶就是把所有营养分 它模拟细胞膜 那它把所有的营养素 包覆在悬浮凝胶里面 所以你如果把紫痰器撕开 滴在水里头 你会发现它不会鱼开 它会一球一球的像小蝌蚪这样子 就是因为我们有悬浮凝胶吸收技术 它在口腔吸收3秒穿透血液细胞 15秒就可以进入到你的静脉里面 它的吸收度高达95% 只次于静脉注射 什么是静脉注射 掉点滴就叫做静脉注射 所以我们这包紫痰器 已经做到业界口服最高吸收度 悬浮凝胶吸收技术 也就是太空人在吸收的技术 那紫痰器跟白鲤乳醇是差在哪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紫痰器它的分子结构 跟白鲤乳醇很雷同 它只是多了两个假氧基 H3CO跟OCH3 所以紫痰器它号称 是经过假激化作用的白鲤乳醇 也号称二代白鲤乳醇 它比白鲤乳醇多了36倍的血液稳定性 跟生物利用率 而且它的穿透力是白鲤乳醇的4倍以上 所以白鲤乳醇不是不好 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不好吸收 容易被代谢掉 那紫痰器它是非常好吸收 生物利用率极高 所以现在紫痰器几乎取代了白鲤乳醇的功效 那我们里面不但有二代白鲤乳醇 紫痰器高抗氧化的东西 我们还有十多种的水果 葡萄莱莓 巴西紫莓 俄茶树 绿茶 红石榴 芦荟 葡萄莱莓这些都是非常高抗氧化的多分类物质 我们更有免疫水果包 比如说是什么 饿水胡皮木啊 结果木啊 透明脂酸就是玻尿酸 都可以提高我们细胞的抗发炎反应 那我们里面也更添加刚才讲的 超氧化物脐蜂梅 SOD1200IU 还有维他命D3 更有有机虾氢素 虾氢素啊 它里面没有虾是素食的 它是从羽生红枣所提炼的 是一种枣类物质 对我们的眼睛心血管 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更有添加β群的蒲菌糖 蒲菌糖就是支撑我们细胞的结构 等于是帮助我们的细胞膜 有更好的防护能力 跟这个抗发炎反应 所以你看我们已经远远超越 其他公司第一代的百里乳醇 添加更多这种 对我们细胞有帮助的 这种高抗氧化的成分 那并且我们全商品 通通进入美国医师药点PDR 什么是PDR 就是美国医生开处方 前参考数据指南 那能够进入PDR 必须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你的东西 必须要真正有效 什么叫真正有效 就是经过临床实验证 是有数据报告 真正有效 才能进入医师药点PDR 第二个 必须以药品的规格来制造 因为我有提到 我们公司全部都是用CGMP的等级 来制造保健食品 所以我们有更高的安全性 第三个 你的营养素在45分钟可分解吸收 不会造成肝肾负担 我们都知道很多医生 是反对吃保健食品的 就是因为吸收度做的不好 没吸收的反而需要更多的细胞耗能 去把这些东西代谢掉 所以因为美商凯利 它的所有商品的高吸收度 都是做到舌下吸收 所以我们的东西可以在45分钟 完全分解吸收 不造成我们的肝肾负担 符合这三个条件 有效安全可吸收 才能进入美国医师药点PDR 我在保健食品业界 有大概8到10年的经历 我还真没听过医师药点PDR 所以当我看到美商凯利 所有国际认证的时候 再加上这一张PDR 我真的找不到拒绝它的理由 那在这么好的公司 实力平台 这么好的商品 我们是不是要看一下 它的商业模式合不合理呢 我常讲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 所以你只能看这个商业模式 是不是你所能认同的 因为我觉得制度的配比要公平 要合理化 那如果要吃到美商凯利 这么好的商品 我们有499 1099 2399 2999 四种入会方案 全部美金计价 全球免运费跟税金 我们之前在其他公司 都会发现 其实很多公司的运费税金 是额外算的 但是美商凯利用这么平民的价钱 还包邮包税 真的看出一间公司的实力 真的是不可小觑 那499的套子呢 你会有两个半月的活药期 什么叫做活药 活药就是不用二次消费 都有领取奖金的资格 1099有五个月 2399十个月 2999也可以领一年 那我们都知道 如果要做生意 我当然不会只领两个月的钱 我也会选择保有领一年奖金资格 所以我会选择2999这一套 那如果今天我是499加盟的人呢 我会有50美金的见面礼 叫新人领券 公司送到相当于打九折 1099送150 2399送300 2999送500 也就是说买越大套 送越多啊 所以你的家人如果呢 保健需求量比较高 真的建议如果你要吃便宜 要买2999这一套 那如果我去推广这个生意 推广伙伴499加入 我会有50美金的推荐费用 1099 150 2399有300 2999有500 那一样要下市场跟朋友做分享 同工不同酬啊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在美商凯利 建构你的被动式的收入渠道 我会建议你都去推广2999这一套 因为不但朋友买便宜呢 你相对也有比较好的这个报酬 好 那再来我就讲一下我们美商凯利的制度啊 我们的制度金水叫做210 2就是双轨制 1打单轨都可以上钻石 0是什么 0分享 0推荐都有机会消费而分红哦 那大家都有经历过哈 从以前的太阳矩阵阶梯到后来这20年呢 呃市面上最盛行的制度就叫双轨制 为什么呢 因为双轨制他非常的简单哦 他就是你有两区市场 左边的市场跟右区的市场哦 只要比你慢消费的人 不管是不是你推荐出来的 啊 全部他的消费点数都是你的 你可以累积两区的消费点数换现金 啊 所以呢 这20年来大家都会觉得要选择越 简单 啊 越人性化的制度 所以这双轨制在业界已经风明了20年哦 那双轨的优势是什么呢 就是积分不封顶不归零 无限带的对碰 上线安置的都算 业绩共享 人脉堆叠 互利共生哦 所以我们都知道双轨真的哇无限带对对碰比原子弹的威力还要强哦 但是啊 也有八成的人在双轨他没有办法发展他的小区市场 即使呢 他的推荐人帮他打出一个很大的工区 他的市区可能没有很多人在消费或经营就无法对碰换现金哦 所以就是人家常讲的大象腿嘛 那没关系我们美商劳力的老板非常的人心 他说如果你没有办法打双区市场 你打单区他照样让你领七大奖金哦 首先你可以领到什么 你有推荐朋友当然有一次性的推荐奖金 50美金到500美金不得 那重点你朋友的朋友的推荐费 你居然可以领以下十代推荐费通通5% 这叫做分销奖 也就是说我推荐A A再去推荐小A 我可以从小A以下十代推荐费5% 我都可以跟着共享哦 这就代表我们呢 协助伙伴去谈单的时候 至少我们出门啊 公司都有补贴我们5%的车马费哦 不会是帮别人成交Case 你在站边只有请咖啡的份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我们公司非常提炫 我们这些领导人提供的分销奖 十代推荐奖金5% 再来一个叫拓展奖是什么 只要你有聘接 你就不是领十代推荐奖金5% 你可以开始领无限代推荐奖金的X% 比如说你是我们公司的一心董事 你可以开始领无限代推荐费的5%哦 刚才是十代5% 现在是无限代5% 两个同时领哦 不是二选一哦 哇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梅商凯利老板 真的非常的大气哦 所以你看这样子 当你组织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已经没有在做开发了 我们是在往下辅导 所以呢只要我往下辅导 我都可以拥有他们推荐费的5%跟X% 所以呢没有聘接可以领十代 有聘接可以领无限代 那各位朋友你就知道 要不要上聘接了对不对 那有的人会说 哇你无限代你们公司不就发爆了吗 没错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X% 也就是说只要有人没有跟你平接 你都可以领你跟他之间%数的X% 这样了解哈 好那我们要怎么上聘接呢 梅商凯利非常的人性化 他上聘接非常的简单 我们公司有规定哈 你必须在你跟你介绍人的同一边 介绍两个朋友 两个有在重复消费的朋友 你就是合格的会员 即使你的人脉东通 累积堆叠在同一个市场 没有放弃失去市场 也可以上钻石哦 怎么上钻石 这两个朋友如果他帮你延伸出来 10个朋友 整个团队有10个 保持重复消费 并且在你12代内 你就上一星董事 如果你的团队有20位 保持重销 你就是二星董事 50位就是三星董事 相对的当你的团队累积到 500位12代有保持活跃的 重复消费的会员 你就上钻石了 但是我们公司知道 你只推荐两个人 要延伸498位 有点困难 所以他有在制度上引导你哦 你如果要上四星董事 你就要推荐三个人 而且是三个有在经营的伙伴 团队有100人 你就上四星 这三个伙伴 当他们成为一星董事 你的团队有200人 你就上五星 这三位经营者 他们上二星董事 团队加总500人 恭喜哦 你上钻石了 所以就是以此类推 这样了解了吗 那我们上钻石要干什么呢 你可以领到全世界 营业额的利润 3%分红哦 哇在座各位 这不是扣掉成本哦 是PV加CV3%给全球钻石分红啊 我们都知道全世界业绩不可能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 但是他却跑全世界营业额的3%给全球的钻石分红 一钻分一份二钻分两份三钻分四份 以此类推非常的公平哦 所以你看在其他公司你要上聘阶 是要考核双区业绩 小区业绩跟对碰 考核业绩才能上聘阶 这会发生什么事 你如果插个五碰十碰 你绝对会补业绩 这时候家里就会囤货 一旦囤货就会拿去虾皮销价竞争卖掉 对不对 所以是制度使然恶讯循环 但美商台的因为上聘阶不考核碰局 所以我们不会补业绩 不会去囤货 所以我们是人数到 聘阶就到 随到取成 真正人拱人孔上天啊 排队都可以上钻石啊 所以呢 你只要找三五个 发展组织 你都有你会很快 感染亮亮的钻石 再来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奖金 就是零啊 零是什么 零分享 我们知道 二八法则 有八成都是消货 它是推广行为的 那没关系 它只要因相信 它就可以蒙福哦 那比如说 我们商台里 它有矩阵系统 它跟我们双轨是分开的 独立出来的 什么是矩阵 它就是依据你推荐的顺序 由上而下 由左而右排列啊 第一层两人 第二层四人 二四八十六 二的列变下去 最多只排列十六层 那我们知道 二的十六次方 加总起来 会有十三万人啊 那这些人排在你的矩阵下面 要干什么呢 只要是你所生出来的 子子孙孙 都在你的伞下 不会跑到别人家去啊 那这些呢 只要在你矩阵底下 有重复消费的会员呢 都可以从他们消费金额 提拨三美金 给以上十六层矩阵 有保持重复消费的人 领着三美金的分红哦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 在人家一号这个 你都还没推荐 只要你的介绍人 推荐二号在右一 推荐三号就会掉到你下 推荐四号也会掉到你下面 三号四号都不是你推荐的 但是呢 三号四号居然在你 他们的矩阵 三美金都可以跟着一起分红 所以是正在当地道 纯消费推广能力的消费 都会消费而自铺哦 真的非常的 所以你看哦 六层矩阵有三万人 最高峰顶哦 38万美金啊 一千多万台 这不是终身领一次哦 这是越越 千万 真的 跟制度不一样哦 所以呢 看到美商 张燕博社 我这个为之经验 我看到一个 反正的愿意 我们知道 双轨打不出来 围流水铺 都是老板在赚 那当台老板居然 打单轨都可以赚到七大奖金哦 打单轨 没有考核 只有假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 所以我常讲哦 信仰也是 从以前哦 安德的太阳赤 到美乐加举阵 又 光轨 制度只会越来越进化 现在已经 又过一个 单轨的时代 已经燃临了 单轨上转 零碰天盘 在美商 真正实现到了哦 所以 因为创新 才能达到 我们知道有好走的 同工不从丑 所以现在 只会制度越来越人性化 这也从制度可以看到人性 一个老板愿意立他 如果今天我们的林博士 Steve 没有开创美商凯莉 这个子公司 我们这些平班的 没有再次翻身的机会哦 所以我常说啊 组织行销是 照梦的平台 但是真的 唯有在美商凯莉 才能让你梦想成真哦 所以你看他已经跳过 传统的这个商业模式 因为一个疫情 已经改变人们的消费模式 所以你的商业模式 要随着改变哦 如果你不懂得 随着趋势而改变 你永远追赶不上趋势 人家讲嘛 趋势像一匹黑马嘛 你唯有骑在马背上 你才能迎头并进 你在马的后面追 你永远追赶不上趋势 是不是 所以当我那天晚上 我看到哇 怎么会有这个缘分 让我从网路上看到 美商凯莉 这么大的商业机会 人家讲机会是不等人的 人的一生中只有几次机会 人家讲死也命也运 对不对 当你遇到了 我评估一下 3000美金我花不花得起吗 3000美金不过9万多台币 不会让我20街头穷困潦倒 但是如果这3000美金花下去 我先可以投资我的健康 还可以投资我的未来 他可能是我人生翻转 最后一次的机会 那你都不投资你自己 谁要投资你是不是 所以我知道这是我人生 最后一次翻转机会的 时运点来了 因为他创新 因为他独特性 如果他跟其他平台 还是要考核双区业绩 再好的商品 再好的公司 可能我都不会转占平台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9成的伙伴 没有办法打出双区市场 当9成的人 他在这里消费 而没有办法创业的机会 他会选择有办法创业的地方 那8成的消费者 统统流失掉 再强的2成经营者 也是会等着崩盘 所以呢 我从以前 这样子一路看下来 我真的看到 美商凯利的亮点 跟他的独特性 我那天告诉我自己 如果这间公司 进台湾怎么办 既然我没有办法 阻止他进台湾 我自己不愿意 不代表他不存在吗 不代表他不会发生 那如果他进台湾 我的市场会在哪里 我的市场绝对会被他并吞掉 所以我们常讲 我在前平台 号称网络营销的龙头 6年创造10亿美金的营收 这种公司叫独角兽公司 但是我看到美商凯利 产供销一条龙 我号称他是巨兽公司 真的唯有巨兽 才能并吞独角兽 所以人家讲 当你现在所有的努力 已经食不我语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 事实物者为俊杰 新的商业模式已经来临了 产供销一条龙的时代 已经来临了 所以在座的各位 60年前 我们有案例 我们叫做生不逢死 60年后 在我们有生之年 遇到凯利 你绝对要把握机会 掌握机会 因为你如果错过 这是财富重新分配的机会 你可能要再等20年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